大家好,我是Cindy 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正式开始学习使用Java实现网络应用编程 也就是一个网络聊天应用程序 那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的是第一个知识点 如何建立网络连接 当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聊天程序的工作方式哈 就是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服务器建立连接并将用户添加到来宾名单 同时另外一个用户也连接到服务器 那么用户A可以通过服务器将信息发生到用户B 同时呢,可以接受用户B的这样一个回信 那好,今天我们要实现的就是第一步 客户端如何建立跟服务器的这样一个连接 那么在Java中要建立一个网络连接哈 我们会使用一个类叫做Socket 因为客户端要建立跟服务器的连接 首先服务器是要事先存在的 而且要建立跟服务器的连接就像我们平时要跟某个人联系一样 首先要定位到这个人在哪里 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 最常用的就是用手机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服务器的手机号码 然后拨通跟服务器的这样一个呼叫 就是呼叫服务器的手机 那么连接服务器接到这个呼叫之后呢 它就可以确定是否建立连接 其实在网络中客户跟服务器建立连接的过程 也非常像打手机这个概念 首先呢我要定位到服务器 记住我要定位到服务器 那我怎么定位到服务器呢 其实我们是通过Socket或者说是地址来定位 对于计算机在网络中而言 我们通常都是用地址来定位 那用的是什么地址呢 用的是IP地址 那IP地址呢 是四个数字哈 四个0到255之间的数字 作为某台网络上的电脑的唯一的识别号 这个IP地址呢 只要客户端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 那么它自然就可以拨通跟服务器的这样一个呼叫 那好 我们现在就要学习Socket 现在呢 我们可以打开API 找到Socket类所在的地方 那么Socket类呢是在加瓦点 Let包 Let中文就是网络的意思 也就是加瓦点 Net包装会包含加瓦网络编程的大部分的接口和实线类等等哈 首先找到Socket Socket呢 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套接字 什么叫套接字哈 其实套接字是两个东西的一个组成 分别是IP地址加端口号 注意一下哈 我们每台电脑除了有IP地址之外 每台电脑还有很多的端口号 我可以在每个端口号呢实现一个服务 那接下来哈 除了Socket之外 在Socket之上还有个叫做ServerSocket ServerSocket和Socket 一个是代表服务器端的套接字 而Socket呢 则代表客户端的套接字 两个套接字之间可以建立连接 好 建立连接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程序来实现一个ServerSocket和Socket 一个是服务器端的套接字 一个呢 是客户端的套接字 今天呢 就没有用这个MyEclipse了 我们是直接使用记事本来编写加瓦代码 好 改个名字叫做Server店 加瓦 同理再新建一个 你会发现现在我写的是两段程序哈 Client点 加瓦 因为很明显要实现网络通信 必须有多段程序的存在 一个是服务器端 一个是客户端 接下来 服务器端 Public class Server OK 嗯 这里有个 Private Server Socket 这个类里面呢 有个成员变量 叫做Server Socket 那么我肯定要导入进来哈 加瓦 加瓦点Net 点心包吧 好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我要初始化这个Server Socket 对象 在构造方法中去初始化 Server Socket Socket 等于 怎么初始化呢 可以找到Socket的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的话呢 有四种 四种这个虫寨的方法 我们选择第二个好了 New Socket Socket 好 第二个参数是 一个 整数 这个整数呢 也是跟这个 构造方法的这个 呃 第二个 构造方法哈 一个整数的参数的这样一个构造方法 这个整数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计算机的端口号 也就意味着我这个服务器 哈 是在本机上的1056端口来提供这个服务 那提供这个服务的目的是什么呢 哈 提供这个服务的目的就代表客户端哈 我这个服务器就在这个1056端口号提供这个服务 那么接下来你客户端要来呼叫我的话呢 就要找到我的IP地址和我的这个端口号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Public static voidman Stream Args啊 好久没有写过这种代码了 New server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操作系统的这个DOS环境 OK 进到这里来 我们来编译一下看看哈 JavaC Server.java 我估计还是会报错的 果然会报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New server circuit这个方法哈 New就调用它的构造方法 是必须强制TrackCatch的 而我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写TrackCatch Catch Io Exception E 1点Print Stack Trace 哈 打印出 如果发生异常就可以打印出它的这个站 Io Exception呢 是在 Io包中哈 所以我还必须得开包 好 接下来重新再编译一下 OK 编译成功 如果这个Server circuit这个对象能够成功的初始化 那么我这个地方哈 我这个地方哈就可以输出一句话 Server Stated 好 服务器已经启动 好 接下来 Java Server OK Server Stated 但是有点很糟糕 我输出这个ServerStated之后 我整个服务程序就死掉了哈 死掉了 呃 为什么会死掉呢 因为我已经执行完这句话了 就相当于我的慢方法也结束了 慢方法结束了 当然服务器端的程序也就结束了 好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先来完成一下 好 客户端的这样一个程序看看 同理 import java.net.in public class client 好 这是完全手写 private socket client socket 同理也是在构造方法中 去初始化 在慢方法中呢 取六 本类的对象 new client 也就是说会执行这个构造方法 这个构造方法呢 就是初始化 这个socket对象 但是初始化这个socket对象哈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我在初始化这个socket对象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要去连接 连接服务器 所以的话呢 我们采用这个构造方法 第一个参数是主机 也就是服务器的IP地址 用streen来表示 第二个则是 好 服务器提供服务的端口号 刚才我写的这个端口号是1056 好 服务器呢 就在本机 所以是127.0.0.1 逗号 1056 ok 接下来 java c client.java 因为也是没有捕捉异常 这个异常的话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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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编译的错误 先给它取消掉 OK 如果说 如果说我这句话 能够成功执行 就说明我已经连接上了服务器 点out 点println 说出一句话好了 客户端 连接上服务器了 OK 重新编译 那我是单独运行client吗 好像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不行 他会报错 因为他说服务器拒绝连接 实际上我们客户端在呼叫服务器的时候 服务器应该是首先存在的 首先存在 那如果说服务器不存在 我的客户端去连接一个并不存在的服务器 肯定会发生异常 那么接下来如果我要运行服务器 当然我们也知道服务器一下子就运行完了 服务器必须始终在启动状态 我的客户端才可能去访问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呢 Servor Socket有一个方法 哦一下子退的太多 Servor Socket有一个方法叫做 Accept方法 这个Accept方法意味着就是 我要监听客户端是否有连接到服务器 这是Servor Socket的 所以它返回的类型呢 是一个Socket类型 等于Servor Socket点Accept方法 这个呢 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在监听客户端的连接的 如果 如果这个方法没有征听到任何连接 那么这个方法会暂停在这个地方 除非有客户连接上了 这个Accept方法才会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 一旦方法执行完毕就会说 有客户连接 有客户连接上 服务器了 OK 那么接下来 重新编译 Servor点加瓦 然后 OK Servor Started 你会发现它一直只输出它 而没有输出底下这句话 这是因为Accept的方法 目前还没有真听到任何用户的这样一个连接 所以它是暂停在这里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另外打开一个DOS JavaC Client.java 编译一下 接下来 运行 Client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输出了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了 同时 在服务器这一端 立刻输出一句 有客户连接上服务器了 好 我重新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一个DOS代表服务器端 一个DOS代表客户端 OK 当我执行客户端服务器的时候 执行客户端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执行的只有这一句话 New 一个Servor的对象 也就是说 在Lew的过程中 就建构对本机上服务器的1056端口的这样一个连接 一旦连接上了 这个Except的方法真听到了 那么服务器这一端会输出有客户连接上服务器 而客户端这一块呢 则会输出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了 这个呢 就是刚才服务器端跟客户端的这样一个输出表现 好 本次课呢 我们重点介绍的就是 Java是如何建立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的 那为了演示这个连接的建立 好 我这里建立了一个Servor点 Java 同时 还有一个是 Client.Java Client.Java 一个服务器端 一个客户端 其中服务器端呢 应用了ServorSocket的对象 而客户端呢 则应用了Socket对象 针对于服务器端的ServorSocket 它在6一个Socket对象的时候 就要提供一个端口号来提供服务 当然这个服务器程序运行在哪台电脑上 哪台电脑的IP地址就是服务器的IP OK 而客户端呢 当它拗一个Socket对象的时候 Socket对象的两个参数 是直接指向服务器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的 一旦这个Socket对象初始化成功 就建构了跟服务器的连接 当然 服务器也提供了Accept的方法 来征听客户端的连接 一旦征听到 Accept的方法就会返回 客户端的Socket对象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ServorSocket呢 就是服务器端的电话号码 而Socket呢 则是客户端的电话号码 当然这个电话号码呢 是由IP地址加端口号构成 而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手机号码 那么针对于客户端来说呢 就是用客户端的Socket 这个手机号去呼叫服务器端的手机号 呼叫成功 两个就连接建立 连接建立之后呢 才可能进行信息的这样一个输入和输出 好 我们本次课呢 介绍的就到这里 下次课我们再继续实现 好 网络聊天程序的下一步